就在近日张继忠晒出了一家人在家过节的视频 一时间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热议 从视频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如今69岁的张继忠 打扮成圣诞老爷爷的样子 手里拿着礼物 从自家电梯中抱着礼物和宠物猫走了出来 而娇妻和小女儿两个儿子则开心的迎接她 一家人的画面虽然有些奇怪 但也算温馨甜蜜 而比张继忠这圣诞老爷爷更吸引网友们注意的 便是他晒出的两个儿子的外貌差距 大儿子显然是家中颜值最高的比小儿子强太多 自然的卷发和高顶的鼻梁 简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男子长相 同时就是一副妥妥的昏雪儿模样 随后网友们便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 其中有网友直言说 这家人年龄差距太大 就像是祖孙三代 张继忠扮起来盛大老人也是没有一丝违和感 而张继忠的豪宅也随着这一视频被曝光 别墅自带升降电梯 玄关装修以白色为主 看起来简单却又不适大方 家中分设的场所也是相当多 有书房 客厅 宝宝卧室等等 除此外还有张继忠之前晒出过的超大花园阳台 从其照片中我们也是看到 该阳台上种植着果树花草 还有一条小路 似乎专门是为孩子们设计的 他们可以在这条小路上尽情的玩耍 而从阳台往外看 周围全部都是一样的别墅阳房 外观可谓是精致又好看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 张继忠张导住的地方是非富即贵 一般人根本无法踏入 当然这和张继忠的大导演身份也是非常相符的 众所周知张继忠是我国知名导演 和冯小刚张艺谋实力不相上下 曾主导过无数部票房高口碑好的作品 也因此被观众们熟知 可近两年的张继忠却将重心全部放在了家庭上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出与孩子们的互动视频 看起来他非常享受现在子孙满堂的幸福感 与小娇妻杜心灵的感情我们也都是有目共睹 就在前段时间 张继忠还曾亲自为娇妻梳头发高调表白 不得不说如今69岁的张继忠 虽然已经很少再有新的作品产出 但拥有如此幸福的家庭 想必他早已经心满意足了 也希望他们一家人能一直像现在这么幸福下去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